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converse的新课程 学写一个字 那么这个课程呢 我们将不会介绍任何新的converse的知识 而是综合的应用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的所有的converse绘图的知识 来完成这样一个学写一个字的web应用 那么对于这个web应用来说 大家除了会复习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所有converse绘图相关的基础知识以外 还将会更进一步的来学习 如何使用鼠标和converse进行一个具体的交互 同时在绘制的细节过程中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 那么我们在一起将会尝试找到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并且想办法解决掉它 现在我给大家所展示出来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在完成这个课程以后 大家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一个web应用程序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web应用程序而言 我们还将试图把它放在手机上 做成一个手机上的web app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使用PC录制的屏幕 那么由于使用鼠标绘制呢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尽人意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把它放在手机上的时候 会产生出非常绚丽的效果 当然了 对于这个应用程序而言 如何让笔画更逼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将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 从最简单的方式直到完成一个相对比较逼真的一个笔画效果 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在这个课程里不会设计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资料 那么有基础的同学呢 也可以综合运用自己之前所学到的数学知识来改进这个应用程序 相信对于这个案例的学习 会让大家对converse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 同时在程序功能方面 大家现在看到的包括颜色的选择以及一个清除按钮 我们随着这个课程的开展将会引进更加丰富绚丽有意思的功能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这个课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大家想学习学写一个字这个课程的话 希望大家首先看一看我之前录制的converse绘图的两个课程 其中要特别关注的是旋律的倒计时效果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一课中 converse的基础知识 包括如何创建一个画布 以及如何在画布中绘制一些基本的图形 除此之外converse绘图详解这个课程 尤其是在这个课程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呢 同样是converse的基础知识 就可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 是不是非常的酷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继续converse绘图之旅吧